一言张新宇去年8月5日在微博中 官宣和武警军官和杰领证结婚之后 频频被传出怀孕生产的消息 今年4月21日时 张新宇和老公以及家人们一起吃饭时被拍 当天以素颜出现的他身材很轻瘦 疑似已经生产完毕 随后他的朋友也证实 张新宇已经在广东某医院 成功诞下孩子 但他本人就始终没有宣布自己已经当了妈妈 7月24日 有网友在网络中发表了多张张新宇的剧照 指他婚后首次复出拍戏 出演电影版《神雕侠侣》中的小龙女 画面中张新宇夭之仙戏 和对手男演员在桃花树下练功 令网友纷纷惊讶地表示 他不是在陈延熙版的电视剧中演过李莫愁吗 从李莫愁到小龙女 这反差也太大了吧 但是对于传闻 张新宇的经纪人就否认了这个消息 并表示这张所谓的剧照 是很久之前张新宇拍摄游戏海报时拍的 而对于张新宇近期是否有复苏的计划 经纪人就不予回答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